2024将军区马沙沟首度在创新大型活动 火烧即即落餐桌 于今日9月13日将军渝港船只站休奇村举办 应结合80多间北中南旅行社 及媒体采线将军渝港踏岛之旅 下午回程将军在梅河将军在地业者 及云嘉南观光圈、希拉雅观光圈、阿里山观光圈等业者 来一起把沙海链观光做大 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庄明豪至此表示 尤其是来自我们陈启东理事长 所以非常用心在我们团队大家努力之下 我们这次的沙海链的梅河会 包括由我们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 跟阿里山跟我们希拉雅参与管理处 来共同来推动我们这样的一个旅游观光的一个平台 要知道政府现在目前公共署在飞动的是观光圈的一个平台 那我相信在我们理事长的邀约之下 今天来的相关的媒体 先进可以说非常的多 还有我们旅行社好像有来自台北的 也有高雄的 还有桃园的 还有台中 还有新竹 哇 是不是给自己掌声一下 谢谢 谢谢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动魂来推动我们台湾的观光 那现场呢 我们邀请了我们空光圈的业者 将我们平时所展现出的成果 让我们媒体先进这边能够了解 那 其实我们滨海国家风景区 除了推动我们海洋观光之外 我们在地的一个一个风光的一个营造的氛围可以说非常的强 你看我们都是一些年轻人绑乡 来为家乡来努力 像我们今天的跳岛到澎湖去跳岛的以前 海洋的观光融化网 这是一个全新的卖点 那另外我们是平海区域 当然了我们的私地 我们岩地 还有我们的河南原田 还有我们的河南原田 还有我们的私地的一个 我们的观光生态资源都非常的丰富 特别是我们的碧台区域 养殖可以说是全球品质最好的 所以说我们的每个地方 马沙锅设计法还是会非常不容易 推动这个火烧剂 火烧嘛 大家说火烧 火烧就是代表我们从小 如果阿嬷在用锅子煮鱼好 还是我们在煮菜好 那种点点滴的故事 我们这样子来配合我们两个人 在地的一个食材推动 变成一个海山海鲜业 哇这是非常难得的 那在此呢 真的非常需要各位媒体先进 还有各位旅行社先进 多多来推动我们 冰海国家风景区内的 各个无论是深度的小旅行 还是半日游 一日游 我们非常乐意来共同来做个研究 那预祝我们今天我们会晤成功 那各位先进 是新享事成 谢谢大家 谢谢 台湾观光休闲产业联盟协会理事长 为庭芳表示 那个感谢大家好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一个 我们一个山海链的一个媒合会 我们游南方之岛 一个跳岛的一个新的一个旅程 因为台湾真的非常的美 我们有山 有海 我们从我们的滨海 北门 我们江军 还有我们七谷 到我们的山上 不管是我们的阿里山 我们的观止岭 甚至我们 类似说我们 北门 景灾角是我们台湾 唯一目前一个日赛野的地方 我们观止岭是一个目前 台湾唯一有的一个 泥江温泉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 台湾国旅的一些资源 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这些资源需要大家共同来 继续来把它那个花洋光大 或是让大家重温 我们以前台湾这些更美好的东西 让大家重新来发现 让它感觉到我们重新了 我们的一个美好 让大家重新来知道 然后我希望透过这些梅合会 那我们所有业者跟我们的 不管是我们的旅行观光同业 或是我们所有的台湾的一些旅客 或是一些光 国际的一些旅客 能看到台湾的美 台湾的好 尤其是我们的 我们台湾的人情的风情 让所有的来自全世界的一个旅客 都能够知道 这是我们这一次办这个 美好会最主要的一个用意 台湾观光休闲产业联盟协会秘书长 陈启宗表示 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 是我们的火烧季的一个首度 一个开创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是结合马沙沟的一个 火烧箱的一个产业 然后来做一个火烧季推动 那我们把火烧季呢 这个火烧虾干 融入我们的菜色之中 那也衔接着今天我们其实 我们来办 这个南方四岛彩线 从早上旅行业 大概有我们的 八十几家的旅行业者 加我们的一些媒体彩线 到我们南方四岛 那回来之后呢 我们大概下午在我们的 船只在休戏村 来办一个三海链的煤盒会 让这些媒体呢 跟那个旅行社业者可以跟我们的在地 那三海链做结合 三海链业者 我们有阿里山的业者 跟我们云加兰业者 还有希莱雅的业者 那这些业者跟旅行社做媒合 这样我们还可以开启更不一样的观光 那紧接的是我们晚上的一个火烧季 那即将在我们的五点半 来开幕一个火烧季 那我们有隆重的一个登场仪式 跟上菜秀 那欢迎各位观众 游客来到我们的马沙沟 船只站休戚村 还有我们的一个南方四岛之旅 跳岛旅游 谢谢 火烧季继细落餐桌 当日也结合长屏国小舞蹈 吉扯林表演 有人高中醒时团开场表演 还有最压轴的火舞表演 来衬托整个火烧季的精神 接着黄昏落日的火烧季细落餐桌隆重登场 本次火烧季也结合大台南西餐服务人员职业工会 由邱阴阳理事长带领的团队 将在的最新鲜的火烧虾料理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结合在地湿木鱼岭 湿木鱼香肠等 在地食材料理会成一道道可口美味的餐桌料理 也结合无缝科技大学的学生产学合作上菜秀 现场超过300人来参与本次火烧季活动及半日游体验 不仅为马沙沟在地来更多的多元化观光 也透过崭新的活动来让游客有玩不玩的新奇 并透过小旅行来让更多游客来感受渔村的热情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